我想要請教一下我們這個 林東科技大學資訊網路系的副教授 黃國豪、黃老師 您要如何能夠努力的這樣子練胡琴 然後就這樣練練練練練的 撈過街練到音樂界來了 而且還有這麼好的一個成績跟呈現 請你先回答一下我的問題 我是音樂系課班輪 在音樂系課班的專家面前 實在是不敢搬人弄服 那我是一個二虎的愛好者 那我本身的專業其實是電腦 電子跟電腦資訊方面 所以我在學校其實是教電腦 那我對胡琴的喜好是從小 從我國中一年級開始學胡琴 那我就覺得我愛上了這個樂器 所以呢 當我念書念累的時候 我覺得最好的放鬆就是拉二虎 那當我有煩惱的時候 我覺得拉二虎是最棒的 所以我的生活安排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很認真的在學校做教學研究服務 那我只要累了 我就是安排教二虎 這樣 所以我的休閒就是教二虎 娛樂就是教二虎 那我最大的樂趣就是演奏 所以我的休閒是誰 今天就是我的休閒活動 我的休閒活動真的是遜色你很多 好不好 平常有沒有很嚴格 有一點點 好 那有沒有 哪位要問一下問題的呢 我想問 想問團長 為什麼對二虎有了啟蒙 然後有深厚的興趣去學它 我覺得 我覺得二虎在我的生命裡面是一個偶然 其實我從小是受我媽媽的影響 聽西洋的古典音樂 我們家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那個那個書櫃啊什麼打開來就很多唱片 所以我從小學的時候就聽貝多菲的交響樂 莫扎特的音樂 我從小都是聽那些東西的 所以那時候我還不知道有國樂這個東西 所以一直到國中一年級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在衛道中學的這個 我在衛道中學的時候遇到了一位老師叫林悅里老師 他是目前台灣市國會團的指揮團長 那他那時候呢 把這個二虎帶到我的生命裡面去 那剛開始其實我還蠻排斥的 因為是被強迫學的 可是學了兩年之後 我突然覺得二虎也很好 那我自己又會了這個樂器之後 發現只要任何的譜 不管五線譜兼譜拿到我手上 我都很想拉拉看 我就把它拉出來 我就很有成就感 然後我後來才知道說 原來這個二虎是我們自己的樂器 可是呢我們很多人都花了很多時間去學外國人的樂器 像我們家就有鋼琴 就有風琴 然後我們的音樂都是西方的 那時候我在念高中的時候 我就有一個想法就是說 可不可以來復興一下自己的這個音樂 所以那時候我在高中就組織了一個國樂團 我在高二的時候 在我們家裡面組織了一個國樂團 就是我就天上來當團長 那個時候我的妹妹就是我的第一個團員 這樣就開始了我的國樂的生活 所以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當我接觸到這個東西 我覺得我放不掉它了 我記得我在參加高三要參加年考的時候 我的國樂團我不放心 讓他停下來 我還跟我爸媽說拜託一下 就是讓我繼續弄那個樂團 那參加高三要參加的樂團 我考試的那個樂 就是連考前那個月 我把它交給其他人 幫我帶一個樂 然後再交給一個樂 就是不願意放掉國樂團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我就熱愛他 那我覺得一個人 只要在他的生命找到他熱愛的事情 我覺得他在那方面就會比較有收穫 比較有成就這樣 謝謝 謝謝 姐姐告訴你 我覺得你真的是有一位很偉大的爸爸 真的 台灣的服刑界能夠有這樣的熱心的人物 一直持續不斷在努力跟帶領 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 再一提 沒有的話我們就要單發 感謝眾囉 好我們現在呢 要特別請我們的偉心電視台 曾台長 來為我們今天的黃老師 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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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謝謝 這麼用心認真的男人 把這個湖琴各個種類 可以通通通搬到微信音樂廳 然後跟大家分享 我們今天看到的高湖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謝謝黃國豪 謝謝你們 謝謝黃國豪 謝謝今天 東港現在微信樂團 所有的韓人 謝謝你們的努力 也謝謝你們的音樂呈現 ashDS